大门软移出现失误 践步太长了 怎么处理呢 击垫 舒服 漂亮 真舒服 你看阿波多沙朗路得分以后 平凡着点着头 跳球 比赛开始 先获得球权的是新疆队 很舒展的动作 看阿波多 这球阿波多沙朗路还是打一个节奏 先把球高高地举起 实际上目的就是躲避慧龙儿那种风干 空间太小了 三子明下去了 给进去 漂亮 贾东的评论 是 好像还是一点就飞啊 这个外援啊 这都有这么样的一个特点 是 他和阿波多还一个吗 有了 三分真棒啊 Answer Ball 然后呢 我还比你多得一分 是 这会儿呢 曾灵旭就来打这个主控了啊 漂亮 不错啊 惊艳 上来之后杰斯森就是一个主攻 阿波多沙朗路很激情跑到篮下空位 这俩队呢还算挺有远远的 是 漂亮的一个转身 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出场时间 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 上个赛季场均能拿10分 包括三分球啊 也开发出了接近40%的水平 都是生涯最高 大门转移出现失误 增力区 线路太长了 怎么处理呢 积电 舒服 漂亮 真舒服 你看阿波多沙朗路得分以后 平凡着点击头 对 这个球啊真的很难 我们再看一下 面对奥斯汀和防守 闪开 最后 右手的一个地手上篮 嗯 打球呢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球员 对 又一个助攻 下面场第三次 曾灵旭传给阿波多了 曾灵旭的抢断 哇 往前上 上球真弱 这第三截新疆队真是跑过瘾了 是 这个长城还用了一个基地啊 啊 我们继续回到乌鲁木齐红山体育馆 第二截还有两分 第三截还有两分钟的时候呢 新疆队已经拿到了80多分 这分数还是挺高的 阿波多在篮下 这种球我们夏天在国家队见了很多啊 嗯 自己能拼 能抢 116比95 最终全场的比分 落在了一个21分的分差